在江东孙家的高级幕僚中 鲁肃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特色的人物 他在46岁病亡时是汉昌太守横江将军 比起那些因军功封侯的东吴名将 并不算高 可这位横江将军 随着时间的流逝 名气却越来越大 喜欢他的人说他豪气甘云 雄才大略 有国士之才 不喜欢他的人说他胆小怕事 唯唯诺诺 是东吴的罪人 当然在很多信奉刘备级小人的人眼里 鲁肃就是他们心中的明星 然而鲁肃名震还宇的谢幕演出 却并非在战场上 而是在谈判桌上 体弱多病 一身儒雅的鲁肃创造了 刘芳百世的单刀附会 他将汉末最狂傲的武将 关于斥责的哑口无言 甚至还从蜀汉手中夺回了荆州三郡 更为离奇的是 在鲁肃立下大功后不久 却突然报亡了 那么鲁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如何担刀附会的 他又为何会离奇报亡呢 鲁肃出身于汉末氏族家庭 家境优渥 是当地的望族 鲁肃幼年时 父亲早亡 他自小跟随祖母长大成人 养成了乐善好施的性格 184年 黄金起义爆发 鲁肃的家乡沦为四战之地 官兵肆虐 盗贼横行 年纪轻轻的他力排众议 标卖田地 大量购买粮食 结交英雄豪杰 从刘叶到周瑜 再到袁肃 到处撒钱的鲁肃 赢得了名声 关系 逐渐成为各路诸侯拉拢的对象 然而 鲁肃却对袁肃的招揽不屑一顾 当时 袁肃委任鲁肃为东城长 不愿同流合污的他趁机携手族人 南迁居巢 投奔周瑜 当袁肃发现 派人追击袭杀鲁肃时 他却意义反常态 豪言道 袁肃目无纲计 不足与共事 方金天下大乱 诸位男儿应顺应实事而为 切勿逼我和族人鲁肃言霸 张弓搭剑 一剑射穿了追兵身前的盾牌 因此 追兵不敢上前 鲁肃方能顺利地抵达居巢 可以说 在鲁肃的心中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愿将武力当作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的 鲁肃的理想虽然很远大 可他生逢乱世 不治军事 又取高鹤寡 稍有不如意就挂印封金 远顿而去 抵达居巢不久 鲁肃就跟随周瑜渡过长江 投奔孙策 当时 孙策手握成普 黄盖等战将 极力压制江东士族 尽管他非常欣赏鲁肃 却并未为以重任 俗话说梁秦择目而期 在鲁肃祖母病逝后 他借奔桑为由离开江东 返回徐州故地 巧合的是 昔日好友刘夜 也在游说鲁肃南下 投奔正宝 与此同时 旨在建功立业的周瑜 也不愿放弃鲁肃这位豪杰 自孙策被杀后 他多次写信劝阻鲁肃 都无济于事 两百年 周瑜巧诗妙计 将鲁肃家人悄悄接回柴桑 有时鲁肃不得不返回江东 再次回到东吴 前往孙权帐中参加宴请的他 一眼就被孙权相中 而鲁肃的人生 也急速转折 从孙策时期可有可无的幕僚 到孙权为以心腹的谋士 地位变化 一目了然 众所周知 在汉末三国 天下动荡 群雄并起 曹操搅出吕布 袁绍 称雄北方 而在淮水以南 孙权 刘表 吴炬 世瀉等人并列东西 在说到天下局势时 鲁肃一针见血地指出 方金天下 汉是不可兴 曹操不可除 唯有立足江东 攻伐皇族 刘表 占据荆州 凭借长江地利 与曹操分庭抗礼 待天下有便时 在出兵北上 一统天下 对于18岁的孙权来说 鲁肃的言行 俨然是极为超前的 然而 毫无疑问的是 鲁肃二分天下的战略思想 得到了孙权的认可 鲁肃一声 都在践行着鲁肃早期的战略方针 不幸的是 在鲁肃尚未大展拳脚时 荆州的刘表就并重身亡了 接替刘表执掌荆州的刘从受到菜猫 张云等人的前置 将千里之地拱手送与曹操 尽管刘备 刘七等人拼死相抗 可仍旧无力挡住曹操南下的步伐 因此 如何保住江东 成了摆在孙权和鲁肃面前的当务之急 然而鲁肃主动过将联络刘备的举动 却受到了颇多撤肘 张昭攻击鲁肃不够谦虚 处处诋毁于他 甚至联手江东士族 向孙权施压 可他不仅没有被孙权罢免官职 反而一发得到重用 事实上 鲁肃的个人能力 孙权是十分清楚的 而他对于江东 孙权的忠心 更是远超张昭 雇雍 陆继等人 刘表病逝后 鲁肃致个人安危于不顾 只身过江吊丧 足以检验他的胆识和忠诚 曹操兵临南郡时 鲁肃奔赴当阳城 力劝刘备连吴抗曹 为孙权赢得赤壁之战 打下了基础 而在柴桑城内 东吴谋士张昭 诸葛锦督促孙权投降时 鲁肃又一汉献帝 刘从为力 坚决反对孙权降曹 相比于张昭 雇雍 鲁肃对于孙权的重要性 更不可言喻 作为东吴之主 孙权深知 一旦他投降草操 必然会落得汉献帝一般的下场 终生囚禁 然而 江东英俊众多 却唯有鲁肃一人为他着想 因此 在坚定抗曹决心后 孙权特意为鲁肃设立了 暂军校尉一职 辅佐周瑜插手军务 赤壁之战后 周瑜声望达到顶峰 鲁肃也跟着水涨船高 被孙权称为东吴邓宇 当时 刘备奔赴柴桑 问孙权借去江陵 以坐栖息之地 周瑜得知消息后 建议孙权扣押刘备 防止他在荆州作大 而在吕范等东吴将领的眼中 刘备的存在 是对江东最大的威胁 然而 孙权却采纳了鲁肃的建议 不仅没有破坏孙流联盟 反而同意了刘备的请求 鲁肃之所以这么做 并非因为他的仁慈 而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的 作为汉末优秀的战略家 鲁肃虽不曾参与战事 却能看穿战场态势的变化 随机应变 提前做好调整 自曹操兵败赤壁后 江陵 南郡就被纳入江东的控制范围内 然而 荆州人心未负 岭南 山岳叛乱频繁 凭借东吴的力量 想要完全占领荆州 无异于痴人说梦 因此 通过扶持刘备的势力 将他树立成抵抗曹操的桥头堡 为孙权巩固东吴争取时间 才是鲁肃的真实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 当鲁肃三分天下的构想传至许昌时 正在写信的曹操 震惊的连笔都掉在了地上 更令孙权欣慰的是 周瑜病逝时 竟极力推荐鲁肃接管他的职位 当时 周瑜视刘备为眼中钉 欲杀之而后快 甚至多次当众斥责鲁肃养虎为患 可在临终之际 却能不顾政见分歧 将鲁肃推上军中大将的位置 可以说 从曹操周瑜的举止上看 鲁肃的才能 丝毫不亚于汉末众多名将 然而 鲁肃毕竟敦厚本分 他不曾料到 刘备竟在短时间内 袭取江南四郡 攻占一周 成为匹敌曹操 孙权的第三股强大势力 更为重要的是 蜀汉占据长江中上游 对下游的东吴 几乎成了碾压之势 215年 孙权绕过鲁肃 派前吕蒙攻打长沙 零零贵阳三郡 反观刘备 则提兵五万坐镇公安 而关羽更是携兵三万 直入三郡 孙权 刘备的联盟 转眼之间就要破裂 当时 鲁肃驻兵一扬 见关羽兵马到时 立刻邀他谈判 为了缓和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 鲁肃更是只身入营 单刀附会 在会谈中 鲁肃多次怒斥关羽忘恩负义 纵然关羽狂傲不可一世 可在鲁肃面前也没了脾气 不久后 刘备采纳鲁肃的建议 以香水为界 平分荆州 将长沙 零零 贵阳 割让给东吴 一处急发的战斗 就这样被鲁肃化解为无形了 很显然 鲁肃的举动 仍旧是为了保护孙刘联盟 在鲁肃眼中 曹操依然是孙权 刘备最大的敌人 自曹操屯田后 鲁肃就越发感到危机重重 无论是东吴还是蜀汉 单纯地依靠一方势力 根本不足以抗衡曹魏 因此 香水之盟后 鲁肃周旋于荆州 谨小慎微地处理双方关系 逐渐化解了关羽的复仇之心 217年 夏侯敦 脏霸出兵伐吴 抵达居朝不久 就遭逢大义 军中病死者不计其数 本就体弱多病的鲁肃 也未能逃过此难 仅仅46岁就抱病身亡了 鲁肃死后 东吴尽管坐拥吕蒙 陆迅等名将 却在未能拥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奇才 他们恶意撕毁香水之盟 悍然向荆州发起偷袭 斩杀了关羽 也彻底打破了曹操 刘备 孙权三方之间的平衡 然而 孙权却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鲁肃当初借给刘备将灵城 着实是与虎谋皮 让刘备走上巅峰 在说到鲁肃时 孙权不止一次的感慨道 鲁肃劝我借玄德帝 是其一端也指示 失去蜀汉制衡的曹魏 也在不断的吞田中作大 渐渐拥有了吞并其他两国的能力 我会有很多人的感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